同学们好,这节课由我为大家继续讲解交互设计之圆形设计,我是你们的小语老师。 好,现在开始咱们本节课的内容。 这节课我们主要讲AXR圆形设计案例的第三讲,首页全屏展开的广告。 好,这就是咱们本节课案例的最后的样子。 我们看一下我们本节课最后制作出来的效果,就是这样的,当打开页面时,首先是显示大图,大广告,然后就大广告切换为小广告条。 同时呢,页面上移,移动到小广告条的位置。 我们看一下最后的效果。 好,下面开始我们本节课的操作。 首先我们导入框架这个元件。 设置调整的大小为970乘以240。 双击,我们点击链接到外部UIL,我们复制它的链接。 我们看一下,这是我们外面的这个UIL的一个地址,所以我们复制的是这个位置的方式。 我们鼠标右键,滚动栏,选择从部显示横向和纵向滚动条。 给它从命名转换为动态面板。 鼠标右键,转换为动态面板。 我们在状态面板。 我们在状态2中选择框架。 我们在状态2中选择框架。 调整大小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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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0乘以。 小的为45。 滚动栏从部显示横向和纵向。 双击。 打开外部地址。 我们看一下,我们选择的地址是小图的这个网址。 我们复制到这个超链接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 下面我们在首页这个位置。 导入图片。 导入图片。 是。 点击是。 调整一下大小。 。 我们载入这个淘宝网页的这张图片。 好,我们选中。 选中下面的页面交互。 页面载入时。 我们选择等待。 我们设为5000毫秒。 。 在设置动态面板中。 我们选中动态面板。 选中状态2。 。 我们选择退出动画的效果。 为向上滑动。 。 时间为1000毫秒。 我们再移动。 。 图片。 绝对位置。 。 我们移动到小的那个广告条的那个位置。 。 50毫秒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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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5 好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这是我们生成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打开这个页面时呢 首先显示的是大图 然后当大图 完成以后呢 就会切换到我们刚才做的那个小的广告条上面 同时呢下面这个图片呢 也跟着相应的上移 上移到我们这个小的广告条这个位置 这个效果呢我们就做到这里 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就学了一下 首页全屏展示 这节课的这个效果呢 我们就制作到这里 这节课我们主要制作了首页全屏展开的广告效果 好这一刻 我们就上到这儿 我们可以试图一下主页全屏展开的级告条件